好 各位观众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是抢救分秒必争 而一名国三生被救了出来 已经送往西美医院急救了 不过在刚刚稍早 他心系佳人 所以在这个抢救的现场 其实他还攀上了窗户 希望救难人员 能够赶快找到他的父母亲 我们联系记者王岳芳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在永康西美医院 其实有一位国三生 胡永成 他是非常细心地 在照顾他的妈妈 主要他也是这一次围观大楼 一度受困的镇灾的伤患 不过他是轻伤 当时他也是为了要活下去 就当时还在受困的父母 所以是自己爬出了 破掉的窗户 让救难人员可以接住他 那么他随后也立刻的指出 父母受困的位置 让父母可以在四个小时后 顺利的脱困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快点爬过来我会接住 然后叫我撑住这样子 然后命就是你的 从窗户跨过去 然后他虽然有抓住我的手 然后我就爬过去这样子 原来胡永成和妈妈 是住在围观大楼 挨动的15楼 当时其实他们已经在当地 租屋两年了 那么胡永成的妈妈是豆浆店员 当天是三点才下班 三点半睡觉结果睡不到半个小时 后来就发生地震 他觉得非常的可怕 他说之前住在西罗 还遇到九二一都没有这么可怕 那时候也是摇得很厉害 不过他们还来得及炮 没想到这一次是根本来不及逃生 因此他是整个被十块瓦砾给压住了 包含他的前夫来看胡永成 也都被埋住 不过所幸最后在儿子 就是勇敢地爬出窗外 为他们指出受困的位置之后 最后他们一家三口都有获救 那么这就掌握到最新情况 镜头交还谱内